Ford汽車星期一表示 已暫停在密歇根州投資35億元的電池工廠建設 該電池工廠位於密歇根州Marshall 預計僱用約2500名工人 每年生產的電池將足以供40萬輛電動汽車使用 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Sean Finn對此表示 這種做法是Ford汽車面對UAW罷工 做出的可恥的裁員威脅 據悉從汽油動力汽車向電動汽車的過渡 是UAW向汽車公司罷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組裝電動汽車所所勞動力比製造汽油動力汽車少很多 工會擔心汽車製造商轉向全電動產品線 將帶來更多失業和更少工資 天安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天安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濃度比製造商 地匯動力汽車 濃度比製造商